我是小班,然後今天代表的提案是Disfactory農地違章工廠回報行動 它是一個已經存活超過一年的專案了 由地球公民基金會NGO來G&P社群提案,然後有非常多的人加入 那主要就是因為在土地分區上,如果在農業地區蓋違章工廠的話 常常會出現這個環境汙染的問題 於是我們就花了半年的時間開發出一個類似這樣地圖 可以讓民眾來毀報違章工廠的地圖 然後既然真的有人用的,就是上限半年來回紀律回報的需要是256件 那已經成功跟政府寄出公文150件 那但只有一件被拆掉,但至少有一件被拆掉了 所以於是在真的有人用的狀況下,主要現在集中在台中跟彰晃 然後有人用的狀況下我們就有再去訪問真的來用的使用者做一些訪談 然後做了UI2.0,那這也是請大家今天想幫忙的地方 就是來幫忙採BUG,就是試試看這個新的版本有沒有什麼問題 那我們除了就是做前段大家剛才弄的見面以外 我們在上限之後花了很多的時間在做2.0的部分 就是公文送給政府之後其實超級無敵複雜的 就是這麼複雜 就是要去追蹤這些東西很困難 所以我們現在正在做,用磚狗做一個後台 讓地球公民經濟會的人可以比較自動化的處理這件事情 包括他可以直接選 然後就一次把30件工廠回報列印出公文他就直接寄出去就好了 不需要再手動複製 那今天還有最最最需要一個幫忙的是想要找可以幫忙做GA型紙還有數據分析的人 我們某一天突然使用者有一萬人的 為什麼這麼冷門的網站會有這樣的人數 就是因為剛好搭上一個網路事件 可是這些使用者並不是我們真的想要觸及或是轉化的使用者 所以我們現在也還在找 除了透過地球公民基金或NGO那邊之外 有沒有辦法用比如說SEO或者是一些數據的分析 去幫我們找到真的可以協助回報 然後提升回報品質的使用者 還有或者是如果你作為一個使用者 你進來看到介紹頁面 你知道這個到底是在幹嘛嗎 那隨間真人第一件是重要的事情就是 第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 URL.0的使用者測試是這個連結 請大家幫忙用力瘋狂的採Bug 然後跟我說到底哪邊說你就是爛這樣 然後第二個就是剛剛財品行銷的部分 那想找我們的話可以在GNV Slack的Disfactory裡面找到 那最後時間感謝這一年多來從多倫敦東京 芝加哥、台灣、台南、各地台中參與的各位夥伴 那GNVSAMI的話Disfactory各成員會分佈在四個案子裡面 除了叫Disfactory之外也有把我們的經驗 跟其他的專案更抽象化去討論 比如說NGO與開源社群或是設計師 就是這樣謝謝大家